歡迎收看小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是第四冊的最後一章 來跟大家看一看之前留下來的一些問題 順便複習複習 來看這裡 這個問題他問你角1加角2加角3加角4 那這樣子的問題其實你有很多算法 你會發現什麼 這個角是這個的魚角 這個的補角 這個角是這個的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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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你可以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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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來 合起來然後用4個180 也就是720去減 那這個呢1234 這四個其實合起來的話 你如果畫兩條平行線 是180加180加180 540 所以720減540 減出來應該是180這樣子 那這個 在這裡有沒有另外一個方式來算 欸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自己試著寫寫看 來 在這裡有沒有另外一個方式來想呢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怎麼說 這種問題齁 就是這種補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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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某個地方看過啊 就是那個有一個公園有沒有 小明從P點一直往前走有沒有 走走走走走走到這裡然後轉彎 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這裡然後轉彎 走到這裡然後轉彎 走到這裡然後轉彎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到底轉了幾度的這種問題 對不對 他原本是這個方向轉過來 然後這個方向轉過來 這個方向轉過來 然後這個方向轉過來 那所以轉了幾度 所以你會發現他原本頭朝這邊嘛 後來的頭朝這邊嘛 在這個過程中他的頭就是轉了180度 對不對 這樣子也可以解這一題齁 下面他說ABCD周長30 如下求CD齁 那這個其實呢 就是要讓你去算 讓你去想 我的這個是高嘛 平行四邊形齁 這是高 這個也是高 這個 題目的平行四邊形不夠歪 這個是高 這個也是高嘛 那平行四邊形面積相同的情況下呢 這個底的比其實是高的比的倒數嘛 就是底跟高是乘反比嘛 所以這裡是5 這個是6的話呢 周長30 先不管到底底是多少 我就可以知道他們是6比5 對不對 6A5A 合起來22A 11A乘2 22A是30嘛 所以A其實是11分之10 那所以CD其實是11分之90 是不是這樣 舉行ABCD長48寬46 要求一個頂點D D在這邊 到這個對角線AC的距離 那其實呢 這一點簡單 我之所以在這裡再介紹一次 是要介紹這件事情 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3 4 5的話呢 這個直角到底邊上的高 這個其實是2.5 這個3乘4除5 所以這個是2.5 那我現在是680 所以這個是4.8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順便介紹這件事情 因為非常的實用 好 來看這裡 你等腰直角三角形ABC中 在兩股上找1點XY 要使得這一條會等於這一條 會等於這一條 那我要如何做圖呢 那這個 如果你選第一個選項 做AB終點 取AB終點X 那AC終點Y 那這個連起來 這個是底下的一半 但是他這一題不是這樣 這個不是底下的一半 因為你看喔 你說如果你是取 終點 那連起來 如果這個 這個會是底下的一半 如果結果這個 會等於這個 那這個你又說是終點啊 那是不是變成 這一段 這一段也是一樣 這一段 這一段也是一樣 那他應該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不是 他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再來看第二個 取AB終點X 然後做BC平行線 那這個跟第一個其實是一樣的 來看第三個 取C的角平分線 交AB與X 那C的角平分線 真的就會交AB與X嗎 那 我現在是畫有交過去啦 但是就是說是真的有交過去嗎 那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說最後 不管我們今天不管這個X最後有沒有 總而 就是題目這個 做圖的流程 就是最後再來驗證有沒有讓 BX等於XY等於YC 所以總而言之我C拉過來 就一定會交一點 那一點我就先取X 那取名字叫X之後呢 他說再做平行線過來 那他說這樣會符合題目的這個XY 就是這裡會等於這裡會等於這裡 那有沒有呢 其實他就是利用到我們前面講到 腳平分 然後怎麼樣 右平行 內丘腳相等 所以這裡是不是等腰 對不對 那同樣的呢 其實因為這個 那因為這裡是等腰的嘛 所以這一段 那AC-YC的這個AY 也還會等於AX 因為他依然是4590的這個制造三小型 好那所以用AB減掉 AX的這個BX就會等於CY 他們三段就一樣都可以 所以這題答案要選的是3 有嗎 來看下面這裡 這個問題他說MN分別是終點 然後說如果BC是6 然後M到AD的距離是8 那這個其實很簡單 所謂M到AD的距離就是高啦 對不對 那這個高不一定要從頂點拉 因為他是平行線嘛 所以任何一個垂直過來的都是高 所以平行四邊形ABCD 其實就是6848 可以嗎 那他要問你這個AMN會是多少 那整個平行四邊形是6848 那這一塊咧 這一塊跟平行四邊形底是他的一半 高跟他一樣 可是要除以二 所以這一塊會是他面積的四分之一 所以這一塊是 這個 四分之一十二 同樣的這個也是一樣 他跟整個平行四邊形比起來 底是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對不對 然後高跟他一樣 可是他要除以二 所以這個也是十二 然後這一塊 這一塊他是底是一半 他的高也只有一半 因為這兩個都是二分之一 然後又要再除以二 所以他其實是八分之一 這是六 那所以這裡總共減掉30 所以這個三角形 AMN等於48 減30等於18 這就是他的答案 最後再算一次正三角形的面積 編長是根號6的正三角形 你看這就是我一直在講 我又不希望學生硬背 可是我又不希望他們不會 所以怎麼樣 多做喔 多做幾次 編長如果是根號6的話 正三角形 他也是等於三角形 所以中垂線會 這個 中垂線同時是高啦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60度 這是30 60 90的三角形 所以 頗一半 根號6 頗一半 這是二分之根號6 1比根號3比2 所以這邊是 二分之根號6 乘根號3 那我出這題的一部分 就是要帶大家練習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乘進去 更號18再抽出來 是3更號2 那或者是說 我都習慣這樣算 你可以示範 更號6其實是 更號2乘更號3 那你更號3先跟更號3乘 是不是就有一個3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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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更號6乘更號3這個部分 其實是3更號2 好嗎 你看 更號2乘更號3 再乘更號3 這裡就乘起來一個3 所以它是更號6乘更號3 是3更號2 再除2 所以這裡是2分之3更號2 那最後的面積是 最後的面積是 更號6底 我的底整個底仍然是更號6 乘2分之3更號2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示範另外一個 更號6乘到更號2 更號6是更號2乘更號3 所以它在乘到更號2的時候 會變成2更號3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會變成是 底層高我還沒有除以2 除以2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地方 根號6乘到更號2是 2更號3 再乘3 再除2 所以在這個部分是 這個2分之6更號3 也就是3更號3 可以嗎 然後這邊再除2 所以最後它的答案是 2分之3更號3 它的面積 如果你們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當初用A來推論的時候 我們快的推一下 A 對不對 這是2分之3 這是2分之3 所以面積是A乘2分之3 A乘2分之3 再乘2分之1 也就是所謂的 4分之3 A平方 對不對 那我今天A是更號6 所以帶進去 A平方就是6 所以是4分之3 乘6 就是2分之3 沒有錯 可以嗎 那就是說利用這一題 你看我們又練習了一次 事實上是練習了兩次 正三角形面積的推導 然後又練習了什麼 更號6乘更號2 更號6乘更號3 蠻不錯的題目 很適合當作業對吧 好 求零形面積啦 這個開120度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情 火一半這裡是正三角形 這裡形式 要嗎 不要 那就算了 來 由不得你 火一半是2分之3 2分之13 1比3比2 所以這個高是 2分之13 更號2 然後再乘 底乘高除2 所以是13 乘2分之13 更號2 除2 再乘兩邊 所以是2分之169 更號2 打按 下面 這個150 怎麼樣 150 火一半75 15 不好看喔 糟糕 怎麼辦 不要動 不要剖 不要剖怎麼辦 其實我們剛剛這裡也不用剖啦 就是你知道這個120這裡60 所以你這裡還是可以直接用30、60、90 所以這個也是 我剛剛就是說剖一半75的話 這個 這樣 75、75、30 那如果我這裡也剖 剖過來就15 就不好算 所以總而言之這個地方30度啦 對不對 30度 因為他們兩個互補嘛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從這邊直接做高 這個也是13啊 對不對 那就是1比 1比更號3比2 我這個更號3目前是這一段 所以不是13 1比更號3比2 所以這裡其實是2分之13 所以他的面積其實是13乘2分之13除2 再乘2 再乘2 所以是2分之169 可以嗎 下面 OK 9 12 3 4 3 4 5 所以這整條其實是15 可以嗎 然後他要說 請問A1' 請問這條多長 那我們看了一下 嗯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可以直接算出來 那四個位置數好了 他要求A' A' A' 所以這裡如果是2x 那其實這個也是x 喔 這裡是12-x 那就可以解啦 這裡是只好三角形嘛 怎麼辦 12-x的平方會等於6平方加x平方 所以x平方-24x加144等於36加x平方 那x平方會殺掉 所以24x會等於 144-36是108 所以x除過去 輕腳約12 108是12乘9 2x是9x是2分之9 那就是答案 A1 可以嗎 可以嗎 這都只是球面積的問題 兩個紙片疊在一起 這個5這個6 那他其實就是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他其實就是在問說 平行四邊形一邊6一邊5 夾60度的時候 那面積會是多少 這個角就是60度嘛 這個角就是60度 所以其實跟剛才這樣子 就是你拉下來 這30-60-90的三角形 1-3-2 所以這個高其實是5-3 所以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是6x5x3x2 因為這個不是5-3 這個是5-5-3 這個是5-5-3 然後這樣子 所以結果是15-3 OK 来看到这一题 他说AXAY把正方形面积切成了三等份 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一刀中间拉下来的话 那这个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不难发现 因为我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 他说三等份嘛 所以这两个面积一样 所以其实这两段会等长 那这两段会等长 这两段也就会等长 那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这刀剖下来 中间又被你切一半了 所以这个是六分之一的面积 这个是三分之一 这是六分之一 这是三分之一 那你就不难发现 这个六分之一比三分之一 其实这一段比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比这一段 他们高是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他比他是一比二 一比二 所以总编长是九的话 这个是三 这个是六 对不对 这是六层高 这个是三层高 然后再另外一组三层高 所以这样子中间这里就会是 跟他一样 就六层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他问说 AY是多少 所以其实用必识定 你求一下 2比3比根号13 那再同乘3 所以AY 等于根号 9平方加6平方 所以是3 根号13 可以吗 好 9平方816 6平方36 117嘛 等于是9乘13 没有错 对不对 我刚刚是用相识行去比出来的 来看底下 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上次留下这个问题 是不是任何四边形期两条对边终点的连线都会互相评分呢 再把题目说明一下 我随 现在我有一个任意四边形 我要画的很任意 好 我画了一个很任意的四边形 对不对 那么请问是不是对边终点连线 对边终点连线 是不是这两条线有互相评分 有没有 你认为 看起来不知道 那有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有 为什么不一定有 这样子 如果有的话会是怎么样 那结果他不一定有 或者说他一定就是怎么样 所以他有 想一想啦 想一想 那这个我们来小聊一下 延续上一个话题 我们讲到说 这个 所以其实带小朋友去做志工还是有他的一定的这个教育意 就让小朋友知道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虽然说不代表他们将来就一定会去做这件好事 要看他们当时对自己的状态满不满足 那要看他们欲望有多大 要看他们的能力有多好 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念书啦 就是要让自己还是需要一定的富足啦 但是呢又不能够变成只是在追求物欲 要不然的话你赚多少都是不会满足的 那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到 如果今天当干部或者是说打扫 这种打扫时间 那你说这样子的劳动有没有意义 那我个人认为是也还算有意义的啦 但是就是说要有 本身这个打扫要有价值 要有意义 因为有的时候 小朋友可能不觉得 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觉得 也就是说窗户已经很干净了 有必要早上擦一次 晚上再擦一次 下午再擦一次嘛 当这件事情被怀疑没有必要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可能失去他的价值 但是如果比如说厕所已经凑了 那当然就应该要少 正式凑了才更应该要有人去少 那我都跟我的学生说 如果我自己当老板 我在招募了一批这个新进的员工之后 有一些人我是没有要留下来的 就是试用期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吩咐其他的人 就是不要扫厕所 就是把厕所留给他们扫 看谁会 一开始都先不要指派喔 看谁会自己去动手 就把他扫掉 那不是说扫的人 他去讨好老板或怎么样 而是这个环境是大家要共用的 那愿意为一个共用环境付出的人 就代表说他不会去计较 我刚刚我们在这个上一集讲到说 当你自我满足的时候 你会想要感谢别人 你会想要让那些过得看起来不太好的人过好一点 那同样的道理 当你自我不满足的时候 你一直想着自己缺缺这个缺那个 你还想要很多 那你就很容易觉得别人都对不起你 你很容易会觉得怎么样 有机会就是要偷懒 因为偷懒不打扫是自己的赚到 那打扫了是别人的赔到了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个赚到赔到呢 就是因为你的心还很不够满足 你如果已经很满足了 那这些时间多付出一点 对你来说没什么 说实在话啦 就是那些想偷懒的人 他真的把时间偷懒下来了 他有在做什么吗 也没有啊 就小玩一下啊 小聊一下啊 看看风景啊 也许有人跑去抽抽烟啊 那也没什么价值啊 说实在话是不需要计较的 可是呢 他们就是计较了 他们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是我的时间 你不准剥夺我的时间 这样子 那所以你可以从这样子的劳动过程观察到 这个人他是不是还处于那种很喜欢计较的 还是他已经进入到一种 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而言小意思 没什么 他就不计较了 他是就事论事的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成长成一个后者这样子的人 就是说不需要计较的东西不用太计较 那你真的权利还是要争取 那所以说我们在他小时候呢 就让他有这种体验 就是劳动 然后劳动一次两次三次 其实你慢慢的就可以了解到怎么样 又不会怎么样 就扫一扫嘛 又不会怎么样 其实是要让小朋友学会这个又不会怎么样 说起来怎么样 你那个时间省下来了 你到底又做了什么 对不对 如果今天不给你玩念动的话 那你那个时间省下来还不就是在聊天 对不对 那扫一扫又不会怎么样 其实是要让小朋友有这种体验 那如果你发现小朋友没有这种体验 其实老师应该要去诱导 而不是说就不管了 反正我规定就是要扫 那如果真的就是都没有这种体验 那其实就算了啦 不扫了 扫了那个多尴尬多痛苦也没有必要 让学生了解到劳动的意义 刚才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任意四边形 对边终点连起来都有评分 答案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任意四边形 我们前面已经推论过了嘛 它的终点连线都是平行四边形 那平行四边形的怎么样 对角线都会平分嘛 这么简单 有想到啊 最后这个问题啦 之前的一个作业 三角形两边AB和AC 如果今天把第三边三等分 用N跟M三等分 试着证明AB加AC一定会大约加AM 那其实这个是利用我们前面介绍过这个终点性质 很快的再说明一次 但是如果我有一个三角形 我这里有一个终点连起来 那么这两边A加B一定会大于 如果第三边是C不行 这个是D A加B一定会大于两个D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它延伸过来 延伸一倍之后拉起来 那这会是平行四边形 这样A加B大于2D 那既然终点性质我们知道 就是说两边合起来会大于这个终线的两倍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 AB加AM合起来会大于2AN 然后AC加AN合起来会大于2AM 对不对 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在三角形AMB中 三角形AMB中 AB加AM合起来会大于中线2AN 在三角形AMC中 AC加AN合起来会大于中线2AM 那我把这两次相加嘛 所以怎么样 AB加AM加AC加AN会大于2AN加2AM 再杀掉 你就会留下AB 你就会留下AB加AC 会大于AN加AM 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课上到这里啦 那第四测也就到这里结束啦 恭喜大家 跟您解散完了